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 一起思想上帝的话 今天所读的经文描述 亚述帝国管辖的列国之下 亚兰国和以色列国 想要联合起来反叛 但是犹大却不肯加盟 于是亚兰和以色列联军 就决定攻打耶路撒冷 甚至有意废除亚哈斯王 另立哈比勒的儿子作王 面对这样的危机 先知以色列带来上帝的话 要亚哈斯王谨慎安静 心里不要胆怯 他告诉他 应付危机最好的方法 是投靠神 相信上帝的大能 可是亚哈斯心里 却有其他的打算 他认为亚述的势力 可以作为他的靠山 于是他不肯向上帝求造头 却假用敬虔的口吻 推迟说 我不试探耶路撒 其实他的拒绝是出于他的不幸 这时候以赛亚带来 以马内利的预言 他说上帝必与他同在 亚兰和以色列必定会失败 但是因为亚哈斯的不幸 犹大意将面临审判 以马内利的预言 当日如何应验 经文没有交代 但是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降生 让我们明白 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危机来临时 我们要相信 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 他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当全心信靠他 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当时我怀着满腔的热情 投入了学生的工作 但是出奇的服饰并不顺利 我担任一个学校的团系辅导 一开始我和同工们 一起做新生的工作 一起制作关怀卡 一起到宿舍去探访新生 诚挚地邀请他们来参加 我们精心预备的迎新晚会 结果在满怀的期待之下 当天却没有半个新生来参加 这样的情况让我 非常非常的沮丧 心里想 到底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 正感到失落时 突然间大专中心的电话响了 是一个从彰化打来的学生家长 要找这个学生团系的辅导 我跑过去接 这位家长对我说明他的背景 他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 但是近几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 很少到教会去 太太又不是信徒 所以孩子都没有到教会去 结果前几天 他的孩子打电话回家 说他刚到学校 在做新生调查的时候 他因为想起父亲是基督徒 就填自己的信仰是基督教 后来就有学校的学长及辅导来看他 还送他关怀卡 他问父亲说 关怀卡上面的字 每一个字他都知道 但是有四个字 他不明白意思 他请问父亲说 以马内力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 这父亲告诉这个孩子说 以马内力就是上帝与你同在 这个父亲在电话的另一头 带着哽咽的口气 拜托我 要我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 帮助他的孩子在信仰上 能够坚固 能够成长 我挂下电话 忍不住眼泪就夺眶而出 那张关怀卡是我亲笔所写 我送给这个学生 我用以马内力祝福他 结果绕了一圈 上帝透过这个父亲告诉我 他是永远与我同在的神 即使现在服事的情况 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但是神会与我同在 他会加添我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把心打开 用心体会 一定可以亲身经历这位 又真又活 永远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力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